大话十九道 为其真奇妙 大家好 我是曹大远 最近在富州市进行的 福建海峡银行杯2022年 能工智能维席大赛 引起了其我们的关注 这个比赛是由八个 能工智能 分别配队 八位职业起手 进行一个组合 然后是以双能赛的形式 进行比赛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次是比赛中 另一位平老师和一道三国AI配队 我是和阿胖围棋AI配队 一个实战的片段 这盘棋是由另一位平老师这一方 直黑先行 现在局面进行到这样的时候 另一位平老师搭档的AI 在三国一道走着这首点 现在是轮照我的搭档 大胖围棋录资 当时我对于这首点 还是感觉挺困惑的 我真的 第一杆我还不知道 应该应在哪里 正常的下方是在这里挡 或者在这里压 那么在这里挡的话 黑棋是有一个靠的 这个是黑棋在局部上 也构成一个好行 我正想看着我的搭档 大胖围棋如何搓手的时候 非常的意外 他竟然下载了奥陆利 那么看到了这首棋的棋友 如果观看棋谱的话 一定以为这个时候 是我在这个地方打了一枪 然后这个地方如何来应 就留给了AI了 当然这个地方我要澄清一下 这首棋实际上是我的搭档 能工智能 搭桓围棋下 居然他在这个地方 是打了一枪 这个局面 一下子就对我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考验 当时我就要在这里 做出了决断 当然我还可以有另一种下滑 我继续在这里打一枪 然后把这里的课题 就留给了人工智能 但是这两手机交换 现在来说 我觉得有点早 可能会稍微吃亏一点 所以呢 我就决定 这个地方由我来拿主意了 最后呢 我在这地方录制 是在这个点 这个点呢 竟然也是 可以说是 人工智能的首选 那么跟他差不多的选点呢 是这个挡住 或者这个压 这个跳 这三个点呢 是这个局面下 人工智能的三个选点 当然我这次 这个应手呢 应该说也是正确的 那么这盘棋呢 我因为被对手 下了这个例之后呢 我就觉得非常的困惑 这时候其实他到底是 为了什么会下在这个地方 我也请教了 我们现在国内的 一些一线的职业起手 说人工智能 为什么经常会看见他 在不同的时间段 就会下出这个例来 那么他们对我的回答说 他们也不怎么搞得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下 也许人工智能觉得 这里交换了一手之后 以后期间的变化 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无论如何说 这个时候 这个场景下 AI会下的这个例 我想对我们来说 目前还是一个谜语 谜底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解开 好的 那今天关于 人工智能的话题 我们就先说到这 大话十九道 为奇真奇妙 我们下次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杨栋梁